大家好,我是Oxia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玩了一款游戏叫双日成型 这款游戏我很早就听说了 但是一直没有玩 因为之前看过画面 并提不起什么兴趣 后来得知在2021年的TGA大奖上 它也被提名了 提名的一共有几个游戏 它是其中之一 并且很有可能会拔得头筹 现在是2021年的11月底 TGA的大奖是在2012年的12月初会有结果 所以说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游戏我是在买了XGPU之后下载的 花了150块钱买了三年的XGPU 可以在电脑上玩 也可以在Xbox Series X或者是XSS上玩 我用的是电脑玩的 我这台电脑的配置比较老 CPU是E3v2 显卡是RX560 4G显存 算是一个比较低端的显卡 CPU也是一个老的CPU 4核8线程 内存是双通道 DDR3 8加8 16G 屏幕左上角看到的那些信息 是一款软件测出来的信息 软件叫AFTBURNER 第三第十一 白色的文字 30 31什么的 那个是帧率 关于这款游戏 我想讲的内容可能有点多 先从游戏性上讲 然后再说说关于显卡相关的 这是一个双人游戏 是两个人玩的游戏 必须要有两个手柄 当然也可以一个用键盘 一个用手柄 我用的是PS4手柄 另外一个是Xbox 360的手柄 用的是Windows10的电脑 屏幕分辨率用的是1080p 基本上是中画质 开始锁了30帧 后来没有锁 基本上玩游戏的时候 会达到40帧左右 偶尔在播放动画的时候 会降到十几帧 但是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40帧左右 30帧往上 这个游戏是必须要两个人玩 而且这两个人都要会玩 或者说手都不能太残 才可以通关 一个强一个弱 也玩不下去 这是我开始没有想到的 我刚开始和我老婆玩了一会儿这个游戏 只做了一个体验官 后来我发现她连二段跳都跳不过去 后来干脆放弃了 也体验不到这个游戏的乐趣 现在这个画面是怎么玩的呢 是上周日 我和一位五年级的小朋友一块玩的 那个小朋友 他和我家朵朵是发小 我们两家经常在一块聚 他也非常喜欢玩游戏 我跟他说 我新弄了一个双日成型 他也很高兴 他跟我说 叔叔我已经看完了这个双日成型的通关视频 所有的卡点我都知道 我说那就玩吧 我还跟他说这个XGPU是什么东西 里面有多少好的游戏 本来他是想多玩几个游戏 但是这个游戏是排第一个要玩的 结果一玩就是半天 只玩了这一个游戏 大概打了三个boss吧 我和想想玩的都很happy 玩了这个游戏之后 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是让我找到了当年小时候 大概是初中吧 放暑假的时候 和一位同学玩赤影战士 因为那个赤影战士就是水上魂陀罗 他比较难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秘技 只能是硬打硬扛 需要多练习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有游戏机 但没有这盘卡带 后来放暑假了 他借到了这盘卡带 就是赤影战士的卡带 我俩每天下午都会玩几个通关 基本上是40分钟能通一轮 我好像用的是剑比较多 他用的是链子锤 基本上每天下午都会通关几次 因为那个游戏太难了 一个人玩也比较难 我后来试过 一个人玩确实无法通关 然后两个人玩水平都差不多 加上科普训练 就可以比较容易的通关 从哪吃什么东西 这个谁吃 那个谁吃 吃完之后能够加强武力 所以很容易的就通关了 通关了很多很多次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记忆 所以玩这款双人成型 让我找到了很多年前 玩赤影战士的感觉 而且要两个人玩 但是小的时候玩过很多游戏 像混沌螺 还有赤色要塞 这些都可以两个人玩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像混沌螺 或者是赤色要塞 这两个游戏也比较难嘛 但是虽然难 一个人仍然是可以通关的 关于这个混沌螺 一代和二代 我爸爸给我买了两个单卡 我是有这两块卡带的 我会一遍一遍的循环玩 虽然调了30人 但是基本上从第一关到第八关 也废不了几个人 所以混沌螺是一个人可以解决掉的 关于赤色要塞呢 也给我留下了比较美好的记忆 我也没有那盘卡带 后来有一个我们学校的 或者说我们的邻居 他比我小一介 他从他的亲戚那儿借了一个八合一 也是个暑假 他把这个八合一带到了我家 他跟我说 他想换我那个76合一玩 然后我看了一下 他这个八合一有赤色要塞 还有一个西游记 我觉得也挺好玩 那就玩吧 于是乎我就把我的76合一 跟他换了一下 换了大概有一个月吧 我还记得那个暑假 几乎天天都在玩赤色要塞 一个人玩 因为也没有小伙伴陪我玩 就只能一个人玩 我还记得第三关会有点卡顿 特别卡 有轮船的那关 我们那个年代管他叫慢镜头 并不叫卡顿或者丢针 那个时候只管他叫慢镜头 但是一旦出来这种慢镜头 说白了就是卡顿嘛 然后就会很容易死掉 在那时候基本上 第一关我是不用死人的 第二关可能会死人 也可能不死人 第三关肯定会死一个人 第四关好像是沼泽地 沼泽地可能也会死一个人 也可能不死人 一直到最后一关那个boss 可能会死人 好像一共是五个大关吧 我一个人能通关 特别是他最后那个坦克 一个人是可以通关的 其实吧 以前我也和想想 玩过红白机FC上的混斗罗 赤影战士和赤字要塞 但是玩了一下 我感觉这三款游戏 对于小朋友来说 对小学生来说还是太难了 虽然他玩了塞尔达欢迎之西 玩的很溜 后来我想想原因应该是 我小时候玩的这三款游戏 他是经过大量的训练 大量的练习 才玩的这么熟练的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不光是小孩子 就算是成年人 他也需要大量的练习 我们小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好游戏可玩 这三款游戏就算是大游戏了 算是3A游戏了 也没有别的可玩 那只能反反复的练习 才练习到现在这个熟练程度 也算是肌肉记忆了 对于现在小孩子来说 看到这种八位级的画面 也提不起什么性质 毕竟隔了这么多带了 话说回来这个双人成型 它是不能通关的 因为这个双人成型 它需要很多配合的动作 而且这个配合的动作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配合 你先控制一号手柄 先到达一个位置 然后再控制二号手柄 再做什么操作 这样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有两个屏幕 两个人都要很紧张的操作 说白了就是两个人都很忙活 而且这个注意力都要特别集中 不可能一个人分食两局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我玩了三关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这个操作按键也是比较复杂的 各位在看画面的时候 是看不出来什么有多好玩 有多好的 只有在玩的时候 并且是两个人都喜欢玩游戏 而且不是那么手残 在打boss的时候 可能会死一回两回三回 冲来几次 但是通过努力 再通过系统对boss的难度降低 是可以通过的 这样可以给玩家带来很多的乐趣 通过努力来完成 非常有成就感 我和翔翔大概玩了三关 第一关是打那个吸尘器 第二关是打那个钉子 那个钉子确实很厉害 它还有一个锯 它会把你的空间限制的非常少 非常小 并且它还会往非常小的空间内钉钉子 所以说也是比较难的 第三关打了一个蜂王 那关需要用到滑轨 据翔翔说 那个蜂王它是一个熊蜂 我和翔翔爸爸 我俩都以为那个是熊 是雌熊的熊 但最后说了很多遍 最后才知道 这个熊啊 是那个能加四点底 那个蜂确实长得很胖乎乎的 像个熊一样 熊大熊二的那个熊 这个游戏呢 玩起来也挺累 挺专注 也挺happy 挺欢乐 很期待 下一次再和翔翔一块玩这个游戏 一起通关 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后面还有十分钟 感兴趣的同学慢慢看 他们要到另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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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吗 好 好 不舒服 不舒服 好 别担心 他很具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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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的帐 是我们的旅人 不关开 不要开门 那 不 不 不 好 好 你 simplement 你 我关心 我们 Center 宽游戏 Hey!Meetle!We're running out of trees! I got this!I believe! Come on!Come on!Come on! I don't live there! Jump! Intruders!How dare you challenge the Queen! Don't challenge our Queen! Listen!We know you're not the real Queen! Yeah!You're a robot! Liars!I'm the Supreme Wasp Queen! She is our Supreme Wasp Queen! Exactly!Attack! Smash them, my soldiers! How annoying!Soldiers, defend me! I'll squash you like a bug! You're used to sap tables! Now listen to her!We're slowly tipping away! Liars!You'll pay the mat! No! I can't provide that!Get to the other side! You can't run by all these prisoners! You can't run by all these prisoners! Huck! Slashe them off! We are just off you now!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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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Fuck! 小心点 我把你把似的蝸的蝸子放在一起 你真是有什么鬼 跑去的衫衫 弱子冲啊 手上 救命! Shields, swords, and now this? 拓棄!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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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I am the Wasp Queen! And I will kill you! What the? Oh look, it's a little Bumblebee! Oh, she's actually really furry and sweet! Yeah! No, no, no! I am the Wasp Queen! She fooled us! No, no, no! I told you, see? It's Robot! It's a stupid Bumblebee! No, wait! Don't hurt me! Look, it's Nectar! She's kept Nectar from us! Oh, don't get the Nectar! Let's kill it all! Hey, wait! Help me, do something! Cody, shoot the Nectar tank! Okay! I fear nesting! No, noми! Aah! Oh, no! ittel pillar! Oh! Oh... Are you okay?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now.I'm no longer a wasp queen. What's the point if you can't be special? But you are special!You are one of the noblest pollinators in nature! I- I am? Of course!Bees pollinate crops that feed 90%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without you guys. Humans would just die. im special you're a traitor you two why haven't you killed the traitor save us all the Wasp we dont need to kill her 你呢? 所以你同样的组织? 射他们全! 嘿,脑脑脑! 好多幸福! 嘿! 拿来我们! 嘿! 我们只剩下了你的丑丑丑! 来! 来吧, Cody! 来吧! 你驾驶! 什么? 没! 这就是车子! 这不是车子车子! 只剩下来! 哪里是电池? 热热! 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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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对吧! 在是黄的全部接替你的丑丑射 别哪里? 爐来 40线 你拖坑了 呀,不是词词 你却在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这里 可兴,这门门都关闭了 擦它 我走最快我可以 赵 Offn � 美 I got it Go Keep it steady Cody Keep it steady I'm tired Alright AG ну faster I can't! I'm maxed out! All right folks, don't crush the planes! You're distracting me, but take them now! All right